历史的今天1994年10月22号 慈济在多伦多成立了联络处 而幕后的推手正是一对移民加拿大的夫妻 张朝明跟李美美 他们在安顿好生活之后 一步一步的从送书 登报还有办茶会开始 那么到现在一路走来十多年了 慢慢获得了当地居民的认同 我们就来看看当地志工是怎么走入主流社会 毕露蓝绿的奋斗过程 多伦多 加拿大最大的城市 人口多元超过250万人中 4成9不是出生自加拿大 其中华裔人口多达40万 克洋过海很多人是为了孩子求学 张朝明和李美美带着孩子来到多伦多 心里惦记的还有一件事 怎么推广刺激 出来乍到没有资源 人生地不熟 他们准备了1600本刺激书籍 找上好友帮忙 我开车子就带他们去一家家的去送 所以凡是我想多伦多这附近的 我们都去送 那么我们因为当初就是人力少 他总希望从这边慢慢的跟人家 接这方面的人员 所以每一本后面上面都印了一下 这个师兄家的联络电话 哎呀地址啊这些 让人家知道有需要的人会打电话来 先相信众人的善念把自家电话地址印在书后面 送遍当地有中文书籍的图书馆 办茶会贴海报灯报纸都留自家资讯 这样的信赖和江新笔心的互动 慢慢募集到一群有心的伙伴 来三天我们刚好看到那个世界日报 就是有等于说慈祭有在这里 有开茶会 那我们那时候就觉得 哇怎么一年那么棒 当时是还没有很认识 可是当天我们去参加那个茶会的时候 就是他们在外面迎接 就有看到茶明师兄跟美美师姐 还有皮师兄 他们的笑脸就是吸引住我们了 他先生因为带他们移民过去 一个礼拜就要回台湾 去的时候第三天就看到报纸 他就好高兴他就来了 他来了以后我们就帮他介绍 他就进来 还有师姐带他们去学开车考驾照 真的是他乡欲固之 像是亲人一样 彼此照应也一起行善 从此白天孩子上学 妈妈的心有了依靠 当时是很多移民 但是都是先生在台湾 太太带小孩在那里念书 很多师姐白天都没什么事 那正好我们做慈祭有一个工作做 一个介绍一个就这样子的就慢慢的躲起来 做好事还是要做得名正言顺 1994年10月22号 多伦多联络处正式成立 只是一个外来团体 想要走进当地主流社会并不容易 职工观察各界需求 主动找事做 主动去找 只要有听人家讲 哪个地方有什么 那我们就去了解 能够做的话 我们都会尽量去争取来做 像到那里去 子流社会是比较难打进去 就是我们只要是配合他们那里有需要的 那我们能力做得到的 我们去做 草创初期困难何其多 但当我们问起 这群早期志工没人说辛苦 边做边学 甚至1997年就在没场地 经费也没有学生的情况下 创办起人文学校 各位小朋友好 各界山音园齐聚 连老师都因为感动 主动发行义务教学 凡是开会 我们都会陪到他们老师们一起 等到完了以后 大家才回去 所以我觉得内容的共识 不是一天两天的 真实成立的时候 张四兄就跟他们讲 很抱歉 我们学校现在成立的 刚开始成立 经费不够 我们筹的这个经费 只有十几万 我们希望完全把这个钱 都用在他本身 学校本身 大家都说 张四兄你不要考虑 我们根本就不要 我们不要拿终点费 这是善念与善念的交汇 也带动出更多善的种子 在多伦多这个多元文化的城市 慈禧人一念心 慈善医疗教育人文 一步一步走得坚定踏实 这次善念与善念的交汇 这次善念与善念的交汇